中国龙年的第一个上班日,一大早,广东茂名市和蒲宁市市委门前就涌现抗议人潮,大批手持标语抗议的越战退役老兵要求严惩贪官污吏,同时抗议补贴款遭苛扣。 广东省茂名市和蒲宁市市委门前,周一,中国龙年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一早,就聚集了大批的越战退役老兵。 他们将横幅绑在门前柱子上,高呼还我优服待遇及严惩贪官污吏。 老兵们还要问,老兵何罪之有,为何受软禁和拘留? 有老兵则表示,我想有个家。 当天政府出动约2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到场警戒,只允许三个代表进入协商。 老兵说,他们一天的生活补贴只有几十块钱,而且没有任何的福利保障,日子实在难过。 因为待遇问题上访了十年的一个越战,老兵告诉记者,地方当局为了禁止他上访告状,不但迫害他,甚至还诛连他的家人。 对于老兵的示威陈情,本台记者周三拨通茂名市和普明市市委办公室电话,接电话的人员都拒绝做正面回应,宣称只有宣传部能回答。 不过记者拨通两地宣传部电话,却都无人接听。